新冠肺炎在香港爆發 真是令人越來越擔心 一天做4000多宗 然後只不過第二天已經跳到6100多宗 也不單止確診數目是幾何級數的上升 其實老實說 如果按現在的升幅的話 真的不用很久 就過萬中一宗 不單止確診數目 初步陽性都6300多宗 而且更加見到 不像歐美那樣說 說這個歐美瓶病毒的致病感染率高 但是毒性低 其實我們現在見到 真是有這個病徵的相當不少 小弟身邊也有朋友中了招 他已經說到 說情況是非常之差 小弟今天才問他到底是怎樣 他的平方很差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見到 嚴重危殘 甚至是死亡的個案 是現在一直上升 尤其是死亡的個案 在過去24小時裡面 已經有10位死者 即是猶天亡魂 所以我們可以見到 過去兩個月 我們的特區政府的抗疫措施 真的不是十分臭效 小弟真是很客氣才這樣說 其實我們見到 每一次 當香港有事的時候 都是靠誰打救 靠阿爺打救 每一次是阿爺托手爭 也都很老實說 每一次阿爺都是盡心盡力 然後自己提出說要幫忙的 其實我們見到 習大大已經是做 這次的疫情發表了一篇講話 其實中央之前已經借助 其他人的口 其他媒體都已經講過幾次說話了 習大大這次講得很清楚 控疫壓倒一切 中央全力緩港 不用說其他事情 要做到三個一切 兩個確保 三個一切是將盡快穩控疫情 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 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 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確保什麼呢 確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確保香港社會大局的穩定 其實我們見到 每一句說話都是為了香港好的 但是小弟就真的 拋頭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特區政府不是習大大出道聲 其實早幾天時間都還在說亂龍 不知道在做什麼 現在習大大出道聲 就真的見到好像現在我們的管理層 終於想做一些事情出來 但是其實小弟一直都說 香港很多時候壞就壞在那幫傻人手上 而且很遺憾地我們見到香港的醫護 有很多都是傻人 是的 小弟說的傻當然不是說他們低能 我知道他們高分 不過高分低能 真的 另外一方面其實就是說他們的政治立場 是凌駕於人格之上這種低能 好像現在香港已經說醫療系統接近崩潰 有很多確診的要留在家裡家居隔離 但是結果怎麼樣 結果是將整個家人全部都惹到 然後令到確診的數字幾何級的上升 大家知道香港居住環境窄 可能一家幾口就迫在一家家裡 還叫人家居隔離 有什麼辦法不全部惹到 結果就是這樣搞 好了 香港的醫療系統做來頂不順了 那是不是現在這個時候中央肯伸出援手 是不是大家都應該很開心去歡迎中央派人來幫忙呢 但是竟然有人說那個人是誰呢 香港醫管局的主席范紅寧先生 接受鳳凰衛視的專訪的時候 問到是不是需要內地醫護人員離港協助 2月15日的報導 他竟然說暫時不需要 好了 他說要情況惡化到危急時刻 會再提出請求 這樣都未算惡化 究竟有沒有人性呀 天天死人 天天幾千人確診 都說未夠惡化 天天有很多人已經要坐在家裡吐 然後跟家人逼在一起 令到家人全部沒有病都變成有病 都是不緊急的時候 為了什麼呢 為了你的飯館還是為了你的面子呢 其實小弟真的見到 過往我們見到疫情一開始爆的時候 香港的醫護做什麼呀 想說罷工咯 現在疫情爆到這個地步了 好了 自己做不來了 找人幫忙好不好 不行 他們將他們自己的想法 凌駕於香港市民的福祉上面 這麼垃圾的竟然可以 將我們香港的抗疫 倚賴這一幫人 我真的沒有眼看 老實說 所以小弟經常都說 香港市民自後多福 香港市民自後多福 其實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看到 實在香港有太多不正常的人 他們在一些關鍵的位置 醫護一大堆 記者不用說 但是小弟都不敢說百分比 但是起碼十個有七八個 都好像是不正常的那一班 不知道為什麼 公務員有一大堆不正常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高薪厚職 不優柴優美那一班 很多都不正常 反回自己社會 真的這一點 小弟都找個心理學家 正式研究一下 為什麼香港人 有這麼傾胎的心理呢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另外一件事小弟見到 近這兩天又開始有人在吹風了 就說獨家的新聞報道 說港府打算強制案身份證 三次全民檢測 七百五十萬港人 但是就說不封城 是的 避免香港暴入全面封城的困境 當然想著在三月底之內 之前就是徹底檢測 香港絕大多數 將絕大多數的患者送往隔離的處所 其實說真的 去哪裏隔離 現在又說隔離的 又不夠 那小弟都不知道可以怎麼說 其實也很老實說 有一件事 當然全民檢測小弟很開心 因為現在香港實在太多隱形傳播鏈 我們根本不知道 有誰躲在社區一路播毒 全民強制檢測 是會幫忙找到這班人出來 但是其實強制檢測 如果要最有效的話 小弟說最有效 我不是說強制檢測不好 絕對是一件好事 但是要令到這件事更加有效 其實我要加上禁足令 因為其實小弟之前 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如果你這邊檢測完一班人 在等結果之前 其實有些人 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其實他們在前伏期的時候 那個病毒量未必夠高 可能檢測不到他有病毒在身上 或者檢測不到他確診的 那其實那班人當你檢不到的時候 他又再走去四圍這樣去巡 然後他又在不知道什麼情況下 有意或者無意的時候 又不小心把病毒再惹到其他人 那些人可能是已經檢測完之後 證實了他是沒有帶菌的了 但是呢 也都可能因為 是有些人被檢測出來 你放了他去街上走 他又走去惹到其他 已經檢測了沒有事的人 其實這樣循環循環下去 真是不知道何時放憂 其實最好的一個做法 就是將750萬人 用一段時間 一個禮拜也好 兩個禮拜也好 大家忍一忍禁足 然後一次過做三次的全民檢測 這個才是真真正正可以 儘快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法 那其實呢 我們看到香港政府 過往為什麼做這麼多抗疫的措施 真是好像沒有一個措施 可以得到預期的效果 原因就是太依賴自律了 其實我們知道呢 去到一個社會衛生的問題 全國社會的福祉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依賴人自律的 因為這個世界僅有些人 是不懂得自律兩個字怎麼寫 那所以呢 其實有很多事情 是應該在強迫的情況下去做 那其實呢 小弟覺得 我們全球已經有一個 有一個呢 可以說是 超班的國家 已經示範給全球看 這個疫情應該怎麼去對抗 那個大家當然知道 是我們的祖國中國 那其實呢 我們的祖國呢 也都每次做全民檢測的時候 一定是連帶社區的封鎖 檢測完了 才會讓他們走的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看到這兩個呢 是一二二二二一 互相幫助 才可以做到最好的效果 如果只是做一樣 不做另外一樣 是不是會得到同樣的效果呢 會不會令到有些人 但仍然刻意地四圍走去播毒呢 小弟真是沒有眼看 如果是這樣 那其實呢 真的很希望 我們的政府 滴起心肝 好好參照 也都是借 也都是借仗 我們內地 成功抗疫的經驗 去對抗這次香港的疫情 幫香港帶出這個困境 這個就是小弟的願望了 好 小弟這次是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這次的一段片 請大家幫忙點讚留言 和將它分享出去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